哈嘞 大家好 我是Kate之丁 今天我要在家裡面重現 這道超人氣的鱸魚料理 在網路上已經有超過970萬次的觀看 所以非常的驚人 那它的特色呢其實就是 而且用的實在很簡單 做起來也不複雜 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它這麼受歡迎的原因 那今天呢我就準備了大部分的食材 然後我要來好好的重現製作看看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這邊大部分的食材都是 哥登他在影片裡面有用到的 但是為了製作上的方便 我做了一些簡單的代替 主要就是一些很難找到的食材 或者是模具 像是櫻桃蘿蔔跟黃色的甜菜根 我就用紅蘿蔔來代替 牛番茄它是用模具切成小圓形 我們就用剩女番茄來做代替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不用去高剛去煩惱說 而模具或者是買不到食材的問題 我們第一步就來烤蔬菜 我們要先烤紅蘿蔔跟甜菜根 那我先加一點橄欖油和鹽巴 用禮箔紙包起來之後送進烤箱 然後把它烤到軟 扣 這個時間大約是180度 然後烤30-40分鐘左右 接著讓我們替番茄去皮 我們就準備一個滾水 大約30秒就一定沒問題了 去完皮之後我們就把它對半切開 然後用小湯匙把中心的皮去掉 把它弄成圓圓醬的目的 其實就只是裝飾好看 戈登是用牛番茄 然後用模具切成圓形的形狀 那個模具實在是很難找 我就想到用這種小番茄來直接做代替 雖然比較高剛 但是我們就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下一步就是醃漬它 我們要做一個簡單的小沙拉 也算是它這道菜裡面的醬汁 好 那這個就可以放冰箱靜置 再來處理花椰菜 我們先用中小火替牛奶加熱 我們就用牛奶來煮花椰菜 戈登說這個用意就是要讓 白花椰菜非常的雪白 煮的時間大概是15分鐘左右 我現在要簡單的先替這塊鱸魚切紋醃漬 醃漬大約10分鐘 櫻桃蘿蔔也不太好買 所以我就用這種特別顏色的紅蘿蔔代替 牛奶慢慢加進去 直到我們達成要的質地 白花椰菜泥就完成了 好 好 看到已經開始了 很香 很好 白花椰菜泥就完成了 好 紅蘿蔔 黄蘿蔔 白蘿蔔 紅蘿蔔應該會先烤 所以甜菜根我再放回去烤一下 非常軟嫩的插下去 毫無阻力 代表它受痛了 終於要到煎炒的步驟了 我要先把紅蘿蔔還有甜菜根煎上色 一點點橄欖油 喔 好 現在到了擺盤的階段 現在到了擺盤的階段 好累喔 我的這一道香煎鱸魚佐白花椰菜泥呢 就完成了 大家覺得有沒有87分香 那支影片它做的時間大概兩分鐘左右 那我們在實際做的時候 喔 將近兩個半小時耶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容易啊 好啦 吃吃看吧 還OK啊 就是一份正常的鱸魚這樣子 也許是因為我還沒有參透這道料理 我覺得吃起來有點普通 如果要把這一道菜 拿去跟我們上一次馬鈴薯香鱸魚 去做比較的話 我覺得之前那一道菜大勝 那一道菜所有的食材 搭配起來更好吃 更match 那這個呢 反倒我覺得 沒有那麼彼此互相襯托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家裡面做的話 推薦你去試試看上一次的馬鈴薯香鱸魚 這道菜齁 好啦 大家看看就好 各位朋友如果你想要看我製作 廚神系列的哪一道菜的話 也很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那喜歡這支影片也不要忘記 按讚 分享跟訂閱 我是Kate司D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分享 回到內部 我們下支影片 讚 分享 多感謝 分享 分享